那所以我们用在教育上 刚刚讲那些 你要把那些理论整理了之后 把它精髓抓出来 抓出那个重点架构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顺口溜 让你在教学的时候比较好扩散 所以各位如果有吃过花莲的麻糬 那个蒸祭麻糬的那个广告看板在花莲市很大 里面有五个字 然后有那个曾师傅在揉那个面团的照片 那五个字是搓揉抛拍摔 所以那个蒸祭麻糬的师傅在 在那个照片上面就是在揉面团 他其实是有五张照片合起来 那搓就是搓那个面团 抛面团拍面团醒面 然后拍摔摔面团 所以你就会对那个广告非常的有印象 原来花莲的麻糬 麻糬这么好吃是搓揉抛拍摔出来的 所以你为什么你会记得八国联军是 饿的话每日熬一鹰 对不对 每日熬一只老鹰来吃 因为你的记忆里面就唯一记得就是那些顺口溜 那所以我们把教育的东西 你要你要推动的东西 你要学生学的东西 把它顺口溜 把它弄出来之后 你再把那个关键字抓出来 这个红圈圈也是在Canva里面找的 然后我的那个正式的版本有加动画 拆抓顺套表 拆就是拆系统 就是系统拆解 抓就是抓重点抓架构 顺就是顺步骤就是演算法解决问题的步骤 然后套公式就是模式选用 就是你已经有比如说你演唱会要怎么办 你什么比赛是怎么办 你一定会有那个资料夹前人的东西可以参考 那个就是你的公式 所以你要遇到什么事要做什么事 你就去参考他的资料 那叫套公式 然后刚刚讲的表资料 公共说服表资料 那当你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 你再去做成Canva的那个 有很精美的示意图 你教学就会很简单 所以我在推这些事情 不瞒各位说 很早以前我的很多学员就会跟我说 邱老师 我去别的地方 学那个Arduino 我都听不太懂那个老师在讲什么 可是上你的课 我一听就懂 原来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把这个东西融入在我的教学里面 只是我那时候我没有很清楚的这些概念 所以我如果要教你这些门道这些方法这些心法 我不知道怎么教 但是我做得出来 但是各位今天很幸运 这些东西 经过我这两年的一些后设 经过我了解Canva之后 我长期运用新制图之后 我都把这些心法的重点抓出来 所以如果各位跟着我的方式去做 你很容易可以成为超级大师 那个教学很厉害的老师 所以你看喔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阅读分析概念 分类概念 存化 重点摘要关键出来之后 在Canva里面找这些图 你要怎么找这些图 很简单 比如说你就圈圈 圈圈圈 什么六关键 车轮图 什么 什么新制图 架构图 金字塔 你就用那些字眼去找 那个中文英文都可以 从元素那边去找 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图 那只要把你的关键套进去 各位你看这样一看就很清楚嘛 所以你就要走这个轮回 这轮子在转 所以就是用车轮图 所以我们在做自主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先探索自我 然后设定目标 系统拆解之后 然后去规划你的旗程 动手实做 然后检视修正 然后再下一个轮回 就这样一直转 所以你会找到很多 适合可以陈述你概念 又很简洁的很棒的这种图去套 那外面有另外一门学问就是这个图像的 图像的部分 它有另外一门学问 其实我其实有买书 但是我没有很深入的看 有机会再来去看一下 然后会把你的智慧可以浓缩进来 用这种简单的图就可以浓缩你很深沉的智慧在里面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在笑落伍的课纲 但是一开始我讲的很露骨 就是人家会觉得说我在骂课纲 骂课纲就会骂到那些委员 就会骂到那个协助推动的那些辅导员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我这个一天到晚在骂他们是怎么样 那后来我就因为正向思考的关系 我就把它调整了一些讲法 然后而且我找出关键重点 我如果要超前课纲 有哪些关键的重点 你虽然没看过未来 但是我也可以预测未来是怎么样 我可以预测未来是怎么样 然后我可以跟你讲说 就是我经过我的经验跟前面那些知识的转化 我的看法未来三项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这三个 所以你不要再教以往的传统的纯知识 你要利用上你那个课的同时 你要把这三个东西交进去 你只要能够交这三个东西交进去 你的学生未来就会自动拥有因应未来的能力 所以我后来这些东西的讲法 我就会变得很正向 然后很有美感对不对 然后虽然我是在可能是在知道的人知道我在调侃课纲 但是你不知道的人又看不出来 但是我又可以给你很实际的做法 又可以讲得很完美 关键重点都有抓到